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点 慢点 天主 咱俩这翻山越岭 拔山深水 你要带我吃啥呀 放心吧 肯定不能让你失望啊 我跟你讲 不过你看这 山高入风 一会儿你得小心点 天上垫顿饼 垫顿饼 赶紧走吧 鱼管你看 这干啥呀 刘叔 你下来吧 慢点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个太危险了吧 慢点啊 一会儿等刘叔下来我好好跟你讲一讲 这是一个特别传奇的人 慢点刘叔 好嘞 辛苦了刘叔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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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这是我特别敬爱的刘叔 刘叔您好 刘叔您好 刘叔说咱当地特别有名的打塔人 我应该是从20多岁 23岁开始打塔 现在一定打塔已经有30多年了 30多年一直干这个工作 不是 我看这有多高啊 您都爬到顶了 这树 这树没多高 这树能有20米高 20米高 你上过最高的树大概多少 嗯 最高的树35米 刘叔像你这个 那在村里打塔的人多吗 不多 每一个村就三个五个 这样是多的 有的村一个打塔也没有 是不是因为太危险了 而且我刚才看你上述的时候 你什么安全措施都没有 只有鞋上两个钉 对 非常危险 它是干不了 这怎么说你这句话 百里挑逸 千里挑逸 才能出来这一个踩塔人 嗯 是这样 每年一过8月15 裹挟着松枝芳香的秋风 吹落红松叶 便吹响了打塔的号角 一副脚渣十米成竿 攀爬几十米 刘文青凭借技巧与胆量 在红松林中穿梭三十余载 干这个工作是不是身体协调性在这儿 而且是身体非常健康 是吗 那肯定是 我身体啥毛也没有 是吗 我身体啥毛也没有 你也伤 你也伤 我跟你讲 我必须试一下 就什么试 我觉得应该挺简单吧 刘叔 刘叔这样 刘叔咋也这样赌一把 你猜一猜 宣哥能爬到哪儿 我能爬几米 你 慢点你可以爬到底 我保你爬到底 你不用 我怎么学 你可以上几步吗 上几步 往下 下几步 反正适应一下 适应一下 我能上到那儿 那可以 我保上 刘叔来 好 少抱住 嗯 嗯 嗯 这样 这样 一步一步 这样 好 看好吗 我看好了 但我不一定能弄好 我看好看好了 我明白了 大概意识都理解了 对 对 对 这样 大碗做福利 那小小海 那大碗做福利 可以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多小点 你再带染 我 ஏہ 有纪纸 有纪纸 3米吗 42 上十米子就上不了 挺 那你在这挂着我下山了 我就本来想爬地鱼树叉上了 我看我做什么 好了 就这样了 那你下来吧 下来吧 特别危险了 危险 虽然太累 刚才体验了一下爬树的过程 虽然说这个成绩吧 但是以前在家里吃松的的时候 觉得随手拿我来一吃 没想过这么多 真的是没想过 谁也没想到采塔姨那么辛苦 是 我再拿着 我真觉得这东西无比的珍贵 就沉甸甸的 是啊 而且我感觉这果实特别大 特别饱满 对呀 因为它的成熟度已经到了 每年的八月底九月初 历经了四季分明 阳光充沛的本西红松林的松塔 逐渐饱满又忍起来 刚摘下的松塔鲜脆欲滴 仿佛凝聚了一整棵松树的精华 新鲜的仿佛还带着满满的松枝 拨出一棵 塞进嘴里 立刻能感受到一股松树特有的清新气息 对 能尝一棵 可以尝一棵 能咬的吗 磕在这儿磕的就磕得多了 可以尝一尝 特别好吃 特别稀 我听说这也是红松塔的话 也是属于咱们地理标志性的一个产物 是吧 对啊 这个味道你看 好山好水 好树林 是不是 这就是大自然浓缩的精华 精不精华我不知道 这是好吃 真好吃 纯齿间的香味还未散尽 欢呼和掌声就已穿越松林和农田 从蛇街涌入耳畔 宣哥 这干啥呢 这么热闹呢 这就不到了 这是当地的太平秧 太平秧 美不美 漂亮不漂亮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大姐 您贵姓 免哥姓唐 姓唐 唐大姐 唐姐 我想问一下 咱这当地这太平秧盖 最大的特点是啥呀 最大的特点是非常豪放 豪放 就跳起来 舞起来 感觉特别奔放的那种感觉 咱一般平时都什么时候 来跳这个太平秧盖 每年你修修以后 或者能闲的时候 都会凑到一起跳这个秧盖 那看来这是庆丰收的在这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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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场面真好 那一会儿能不能我们也参与一下啊 欢迎 欢迎 欢迎啊 咱就献口了啊 三 二 一 放手 出镜 三 二 一 三 三uem 一 三 三 hidden 三一 两 三双 二 一 三文 二 三 二 一 三 三 二 一 一 谢谢大家